已经6900点的澳洲股市已经真的是太贵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那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三 澳股周二是攻上6900的山头 那支付2DZB涨幅再次冠决全市 那因为已是历史新高 所以各项技术指标是一致下好的 那持有者继续持有的个人观点维持不变 那人工智能APX终于流露反弹迹象 在上方的28会是下一个较大阻力价位所在 那煤炭厂商WHC依旧身处盘整区间 目前对其中性的个人判断维持不变 而在飘红的身影当中 本土电商KGN的下方支撑防线是在15块8左右 对于每一位投资者而言 已经6900点的澳洲股市真的是已经太贵了吗 那选股需要技巧投资需要策略 那香港恒生劫后回归 大牛股紫金矿业继续牛气冲天 而紫金矿业的持续走高 是对于市场看好大宗商品前景的重要佐证 那美国时段三大股指驻扎高位几乎波动 但中概股们继续光彩照人 那京东走出历史兴高 拼多多继续高歌北上 而百度则继续刷新刷新股价历史 那货币方面守住90大关的美元指数是迎来反弹 而债券的收益率的走高则继续对贵金属的价格带来杀伤 隔夜白银再次展现出比黄金价格调整时的韧性 关于两者的个人观点维持不变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愣可跟喜欢我的朋友点赞与收藏 我是GoMarketSide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Side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